白局白白 從第十個開始算 第一項子的話要變褲子 他就這樣就不是洗血 基本上都是不用回家的 練了一陣子以後 星葵 Let's go up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二補你就會系列 今天要介紹好的角色是 星葵 那我們開局呢 一定就是用白局白白吃 那如果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不把橘色放第一個 就是那個黃色啦放第一個 因為你放第一個的話 你就會少打一下這個 低一下強化普攻 你就會變成先用技能再吃 如果你是這樣吃的話 就是先打一下這個普攻 然後這個被動打掉 然後再這樣吃 這樣你就會多一下 強化普攻的傷害 你如果不先用技能的話 那你這個 減3秒的CD就浪費 因為他的橘色呢 就是可以一次減3秒CD 減自身索羅技能3秒 所以呢 如果要吃野的話 你一定就是這樣吃是最好的 就是用 白橘白白 從第四個開始算 白橘白白 這樣子 因為技巧就是通常 我進場的時候 我都會 習慣把這個 橘色存在第一個 這樣因為我這樣進場的時候 我會比較有 技能可以退場 因為他的那個被動嘛 我有那個3秒CD後 我會比較好退場 結果我進場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 直接減3秒有沒有 減3秒以後我可以隨時 看我要二技能繼續接著撞 還是大招直接退場 再二技能拉掉 都是可以的 那接著呢就是 他的二技能 就是雙盪 雙盪的話 其實就是你來訓練營 你就是來多盪 你只要雙盪能掌握好 你的二技能 位置都能掌握好 你的星葵一定會 變得很強很強 因為我當初呢 我練星葵 也是這樣 很常一直空溝 不會雙盪 跟個菜季一樣 但是呢 我自從來這個訓練營 練了一陣子以後 直接 哇 星葵level up 各位 你們一定要多來訓練營這樣子 過來練習 以後有人問說 他的那個 二技能要怎麼自動掉下來 就是 假如你附近有單位 你要吃野怪的話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 盪一圈的時候 用普攻 可以下車 他自動幫你普攻 你就掉下來了 或是你直接在盪的時候 你原本是 拉著方向鍵 你再放在方向鍵 就掉下來了 就你不用用一技能 你不用一定要用一技能掉下來 你可以利用你的 盪過去沒有東西的時候 用普攻掉下來 或是用放開方向鍵的方式 掉下來 就假如你今天殘血 要守野怪的話 你就不要用 二一直接這樣拿過去吃野 你可以考慮直接用 你的這個 二技能 用普攻打下來 再用一技能去做吸血 因為你那樣子的話 你二一 會變成護盾 你二一這樣子的話 會變護盾 他就不是吸血 所以你用一技能的話 就會變成吸血 但這些基本功呢 你只要學好 你的星葵就會變得很強 後面的話就會變成進場 你要知道對手的衝白角 對你哪些有威脅 那你要怎麼進場 這就是你的實戰經驗 要去累積的 接下來就進入實戰畫面啦 那開局呢 星葵我們開局就要馬上 打他兩下普攻 然後直接 別被動 就是 讓他從第四個開始算 變成是 白橘白白 這樣吃野怪的呢 是最快的 像我剛剛吃野 這樣是最快的 最快吃野方式 你開局的時候 你就要先看 對面的中斧角色 跟我們中斧角色 這中斧角色 碰起來誰會贏 像這把我們的角色呢 是 閃電俠 薩尼 星葵 那對面是什麼 對面是 卡莉 朗博跟蘭鐸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 我們中斧碰起來一定是會贏 我們就直接撞上去就對了 因為我們的角色 前面三打三 是不管怎麼樣都會贏 沒道理輸 所以這時候 只要我們 對手想要跟我們擠中線的話 第二波中線就是 很容易開到對手的一個點 就是直接硬盪過去 直接硬抓 然後這裡我們的薩尼也是 直接一個閃推 直接把對手給推走 我們這邊直接拿下兩個人頭 這波薩尼一個閃推 直接屌推一個 我們這波打出一個大局面 打殘就一定要入野 就是很重要 只要你今天不管有沒有打死對手 就假如今天對手沒有死 我們只要把對手的血量耗殘 就像現在這樣 就算薩尼不做這個閃推的動作 我們這波也要入野 因為我們狀態怎麼樣 閃閃半血 薩尼滿血 我也滿血 所以我們這邊 只要把一個人打殘 就算薩尼沒有這個play 我們也是 可以直接入野 只要打殘 我們就一定要記得 就是要入對手的野區 這樣我們才可以跟對手的經濟 打出一個經濟差 你今天吃 假如對手一隻野怪 65塊 那你吃了一隻 你賺65塊 對手就少65塊 來回就差了100多塊 這就是經濟差 然後這裡抽完紅序以後 我們就一定要一直看小地圖 你看我們這邊看小地圖 看一下小地圖 撒斯科德三層血 這裡薩尼扣格吉爾登 我們這邊直接做一個塔殺 就是我們前面的 為什麼前面可以那麼順風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角色 跟對面那個角色的差距在哪邊 還有我們的優點在哪邊 星奎這角色呢 我是把它變相於是前中期的角色 前中期你一定要帶出好方向 這邊有個小細節 蘭鐸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邊看到 我們在這邊蹲草的時候 看到蘭鐸在上面 那我們這邊為什麼不馬上 出去抓蘭鐸呢 因為蘭鐸如果我們現在出去抓 他會回生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等他回生 等他那個蝴蝶一眉 我們就幫忙去找他 這時候他就會沒有一技 基本上我們直接去抓他是百分之百抓到的 因為他少一個一技 前期冷卻大概五六秒 他不是不可能走掉的 這邊你看我們等他蝴蝶一結束 我直接往後走 開盪二技能 直接 盲盪這個草叢 這蘭鐸又帶走了 這邊基本上對面打野 前期之後就完全崩掉了 前期能刺魔龍一定是刺魔龍的重要 因為吃魔龍可以加速你推兵線 然後還有你吃野的速度 在你前期發育是相當之重要的 星葵是一隻前中期的角色 你前中期一定要打出破口 然後快速的結束遊戲 不然到大後期以後 相當難進場的 因為你通常後期一進場 你就輸全攻的情況下 你一進場就要馬上交大招 打不到兩下普攻左右 除非對手真的失誤 我這角色我都是推薦說 有大在進場是最好的 沒大就是趕快去掃野或吃兵線 拿點精靈量 然後順便等你大招完以後 再去做進場 能先吃對手的小野怪 就先吃對手的小野怪 然後這邊我們蹲點 直接把對手打餐 這也稍微可惜了 如果這邊大招呢 有大招這個蘭鐸 這蘭鐸就被我帶走了 所以這也算是我的一波小失誤 如果但大好的話 他們就被我們打死了 然後這邊 我們這邊野凱蹲點嘛 直接把對手打殘 這邊我們就是直接押中塔 因為對手殘血了嘛 然後這裡下面兩個漏頭 朗博死掉 從地圖上就可以判斷了 我們這邊就是直接拆中塔 這邊就是一個完美的野凱打川 我今天這場我是有開全麥 我是好像跟他們說 我還要打集合燈 可是這龍馬好像想要去下路去支援 不然這裡龍馬如果一開始 這裡清完走馬 跟我走向是一樣的情況下 這蘭鐸基本上是吃不到這個紅 你看他如果建議跟我一起走 他這樣翻牆過去 我們一起把這蘭鐸 反這個紅 有沒有 這個紅 就是我們吃到了 高紀律是我吃到的 就是我進去先賣 他可能 也覺得捅他 捅他捅捅 他就死了 或者是他直接走掉 我們把紅反掉 這波 沒死算是 萬幸啦 因為其實這波我也有死定了 進去的時候看到 哇龍馬沒有根 哇我嚇一跳你知道嗎 會說 然後這裡呢就是殘血嘛 殘血我們就是 盡量用E技能 因為E技能 它有個回血效果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E技能慢慢回 就不用再直接2E跳過去 因為2E 他的2E 在當的時候 E技能會變成 護盾 所以我們吃野怪的時候 需要吸血就是不要用2E 然後這裡就是 因為騙個招 我們這裡星葵沒大嘛 我們就是盡量騙招 你看我們這邊 我們給壓力就好 不用真的跳進去 像有些人就會想要硬殺對手 可是你明明就沒大 如果今天有大的話 我可以直接挑那個兔子 但是我現在沒有大招 我進去 如果沒有把他殺了 就算把他殺了 我也可能會死 因為朗博在旁邊嘛 所以我們玩刺客一定要知道 我們自己能耐在哪邊 然後這裡朗博沒2技嘛 兔子沒2技 我們繼續給壓力 然後這裡硬抓這個兔子 硬抓這個 朗博把他打殘 然後這裡我們感覺有 就會操作一下 大招直接拉扯 OK 做一波極限的操作 因為我這邊是 有自信可以把他殺了 如果今天他沒有把我排走的話 他就那個朗博就被我大招刷死了 有些人玩打野殘血就馬上回家 可是你今天你的野怪有在 你有細心能力的打野角 基本上都是不用回家的 因為你回家反而浪費了那個7秒 再加上走路時間 可能就浪費了12秒左右 浪費了12秒 你基本上就已經把一輪的野區掃完了 那這裡看到一個 10顆的牆手塔 我們這邊就是進行一波塔殺 因為他今天隊友都在下面嘛 兩個漏頭了 他們最後就上面就3個 我們這邊隨便打 基本上都會贏 看到星葵嘛 看到卡莉我們這邊直接盪過去 OK 再把他帶走 OK 再把他帶走 一波帶走來不及握手 像很多人都說卡莉有什麼解 刺客直接處理 OK吧 我們這裡就是 給對手一個壓力 打個消耗 把對手打殘 然後我們待會就可以吃那8公分凱薩 因為我們現在凱薩剩17秒 所以你今天把對手血量打殘 我們就可以 待會他對手就沒有 那個血線可以過來 跟我們爭奪凱薩 這邊清完兵 凱薩5秒 然後我們就 等了凱薩 因為對面剛剛蘭國會我們打半血嘛 所以他等於是 很難踩四野怪 我們這裡就趕快速刷野怪 然後這裡隊友呢 看地圖有沒有 然後隊友激戰 亥犽被藍色抓到 這邊開秀 OK二進的大招往後轉 閃電俠進場 直接把藍色帶走 龍馬開戳 龍馬跟閃電俠 直接回歐斯科德 OK兩個帶走 然後我們 光看小地圖 就可以知道他們在幹嘛了 完美 他們那邊一放二 我們這邊吃凱薩 再順刷一波野區 把血量吸起來 這裡消耗放了 我原本是想要雙刺再壓 但是我們這邊龍馬狀態不好 所以我們就考慮不吃了 因為有debuff在嘛 有debuff在 對面狀怪呢 我們很有機率會輸 而且我們又少人 這邊看到朗博 朗博殘血沒一技 二技一技都沒有 我們就硬盪一追 然後大招完 直接帶招帶走 各位朗博直接坐牢 看地圖也可以判斷 有沒有這裡 三個人在這邊露頭 頂多就會是斯科德 但是斯科德要控住我 他一定要大招 所以他一露頭的話 我是可以 我覺得反應是可以大招躲掉的 所以我呢 這裡中部三隻露頭 兔子標過 朗博剛才一技把我拍走 二技也用過 這裡三個露頭的成功效 就是直接硬追這朗博 如果今天對手的 其他角色還有帶一點控制的話 你這時候盪就會很危險 或者是對手都沒露頭的情況下 我就不會這樣盪 所以有時候你要多看小地圖 才可以判斷出來 你這波能不能打 這是很重要的 這邊我們就是做一個蹲點 然後這裡卡利亞過來 失誤!OK 直接開盪 一技能 帶一個二技能 我們這二技能其實有點失誤 其實可以等他閃現 因為其實可以 稍微預判一下他可能會有閃現 所以我們二技能要稍微留一下 也算他玩得好啦 閃現扣的比較久 他沒有在我 你看他沒有在我這個二技能 一盪出去的時候直接閃現 如果他這時候在我 在我二技能盪出去的時候閃現 我就一技直接調他了 所以他這裡也算是他處理的好 然後這裡呢 帶不贏了 我們這裡就是先撤凱撒 可以先 因為蘭鐸在下馬 我們這裡 喔!這裡蘭鐸繼續帶下的時候 帶太深 如果今天蘭鐸不帶的話 我可能就考慮吃凱撒 可是我們看到蘭鐸繼續帶 所以這裡已經是先 夾擊那個蘭鐸 先把蘭鐸給夾死 不然這蘭鐸太囂張了 推得太深了 因為他這裡 他中右完全沒人幫他採 他還推那麼深 那這裡我們夾下去 他是必死的 然後我們這裡蘇星中 給隊友一點中右視野 防止他們被其他人支援 然後這裡就是看到嘛 兔子可能還在 紅去或偏上 然後這裡盪過去 朗博 你知道朗博在這個位置 卡莉在這個位置 那朗博最快就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 2技能1技能過去做擊殺 再走掉 這是我 很有自信 這裡就是用地圖上判斷 就可以判斷出來 這就是用地圖去判斷 你能不能進場 這是很重要的 你玩一個刺客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 這些很重要的進場時間點 然後這裡一樣 沒大呢 沒大我們就不要著急進場 有沒有 這裡就是騙個招 不要招會進場 然後這裡你看 一樣蘭鐸嗎 這樣子 我們是 我們是可以硬盪把他盪死 但是我會被他 做擊殺 所以我這裡 忍住了我自己 但是呢我還是被這個 哇 來停戰機給噴死的風 我這樣死是有點爛的 你們知道 然後這邊 是可以直接大招往左邊走 為什麼我要往後 我這心肯 在幹嘛 宋爽美啊哥 你跟我說你這樣是實力選手 好不好意思是錢 我現在錢那是合理的 各位 各位觀眾底下留言了 這樣應該是合理的 嘿嘿嘿嘿 如果覺得合理的 就想在底下留言說合理 不合理的話 也在底下留言說不合理 只不過自己會檢討的 你不要覺得 喔你死掉都沒事喔 可以 可以看小電視喔 不行喔 你死掉看小地圖嗎 也都有包資訊喔 看你沒有電視歌 你看什麼 你看什麼 你做起來幹嘛 都換小一堵各位 真的 你死掉的時候 你不要給我滑手機有沒有 跳過去回來什麼的 你復活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對手的動向 你可能一出野 對手蹲到你野去 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你死掉不要給我裝逼 我這裡死掉就是一直點人頭 看對手的動向 藍桌在下路 杭博在藍區 卡莉在中路 四顆在上路 兔子沒肉頭 我們死掉就是一直看人頭 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復活要去哪邊 帶一些人是安全的 五個肉頭 然後我們復活要幹嘛 魔龍快生的 那我們一定是靠魔龍嘛 然後這裡中路打起來 看一個很手開秀 直接打一下 我有開轉兩個A11 直接帶走囉 中路成績公子 直接開秀各位 一波帶走來不及握手 前面都我在秀 這波現在在秀了 沒有沒有 沒有兵線 所以我就先吃個魔龍 壓驚 但是我感覺 我們上路兵線要到了 我應該是跟他們去一波的 我才不曉得是打野在幹嘛 這一波局 你還在給我吃魔龍 OK我看到兵線進去 喔好多兵線 唉唷一波一波一波 這裡疊一下被動有沒有 疊個金色被動啊 有沒有 金色被動進場 OK這邊直接帶走 連人帶塔直接帶走 滴滴蝦克克克路米 好不好 完美 那星葵的最重要呢 他中後期的進場 盡量在 你是存著一個金色 就是金色在你第四格 第四格就是你第一下 普攻打出去的那一格 你盡量把它存在那一格以後 再進場 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你進場的話 可以馬上 打出你的那個被動 就是可以馬上解草你的三秒冷卻時間 可以讓你有多一個二技能退場 或是有一個一技能 補足傷害或是退場 都是很有用的東西 而且你進場的那個爆發 暴擊 因為那金色就是白暴 一定暴擊 你那普攻下去就是白暴 通常你只要二一到對手後排 普攻抓下去大招 對手後排就 BOOM 不擊 OK吧不擊 感謝你們收看這部影片 以上就是 我對星葵這隻角色的理解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看我拍什麼角色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努力去拍出來給你們看的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大家好我是空白漢032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還想要看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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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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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